上学的时候 总是想离开课桌 想长大 想要自由 以为以后的人生 是这样的 今天都有什么事 您的高中母校下个月建校八十周年校庆 给您发来了邀请函 校长表示 希望你作为校优秀毕业生 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中 有钱了就优秀毕业生 捐一百万好了 对了 跟校长说我有一个请求 把当时说我一辈子没出席那个变态班主任 给我开出来 七十八周年校庆 您捐款的时候就开了 那就捐数学老师吧 七十五周年校庆那会儿开的 那 那就捐教导主任 学校保安什么呢 还有几个应聘的 等着你最后的面试 都是清华北大毕业的 你为什么非要强调清华北大毕业呢 难道名牌大学毕业就那么重要吗 我们要的是有能力的人 而不是有毕业证的人 可现实 并不是如此 张总 我叫陈墨 这是我的简历 你才毕业两年 怎么会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这多出来的一年是哪来的 加班来的 张总 虽然我不是名牌大学出身 但是我知道 相对于实践能力 学历并没有那么重要 不对 还是很重要 我们公司也有规定 你这个大学 是985吗 不是 211 学校好像正在申请 应该过几年就是了 那你过几年再来吧 那时候虽然不爱学习 但总觉得自己将来能赚几个亿 总为成绩好的学生感到担忧 认为他们的人生只剩下读书 也为那些早就辍学打工的同学操心 觉得他们的人生没有希望 直到有天发现 自己白天穿着人模狗样 晚上却要回到一个集卫生间 厨房 客厅 餐厅 卧室 鱼翼体 而不足10平米的出租房里 才明白 最该忧伤的是像我这种 高不成 低不就 却对未来还不死心的人 而周杰伦自我保护的办法 也许就是 如果在爱成人之前 她的爱不成 北京时间1月17日晚 周杰伦在36岁深日前夕 与昆灵在英国教堂 进行浪漫童话式婚礼 他们在牧师的见证下 以中英文宣读诗词 约定会彼此爱着对方 照顾对方一生一世 一向喜欢耍哭的周杰伦 在此时此刻 都不禁感动的热泪盈眶 赶上的时候 突然听到曾经上学时 偶像的消息 听到她的歌声 会让你突然安静下来 想起从前 你们有完没完 你老婆都不来大姨妈的嘛 一个月都没有一天能消停 你们有完没完 你老婆都不来大姨妈的嘛 之后才明白 最自由的地方是在学校 然后开始厌倦长大 想回到那间教室 回到座位上 希望一觉醒来的时候 又回到了过去 未经许行为 未经许行为 是心灵魂的 这一句唱的是什么 梨花辣寒妹妹 梨泪 no happy 默默 几点了 赶紧起床吃饭上学 妈 你以后进来能先敲一下门吗 我正在用功学习 你突然打断我 会给我造成心理阴影的 以后我很有可能会非常反感学习的 说的你现在好像热爱一样 赶紧赶紧的 不然吃上午又吃饭 你干嘛 快给我盖上 男女有别 我妈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职业病非常严重 总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朋友对待 小时候骗我说 做眼保健操要是睁眼 眼睛会瞎掉 小学五年级 我有一次不小心睁眼了 还一度担心自己会瞎掉 妈 我们同学现在都用AMP3 AMP4了 多吃点 来 又装没听见我说话 现在就我还用随身听 她的岁数都会跟我一般大了 你老跟人比那些东西干嘛呀 你怎么不好好跟人家比比学成绩啊 我比了 这不是比不过吗 你以后蹲厕所能不能不要抽烟 搞得整个卫生间老是乌烟瘴气的 洗手没 洗了 你们俩刚才在说什么呢 你儿子呀 想买AMP3 可以呀 真的 是啊 只要你能考进班里前十 不 前二十就给你买 行吗 不想买就直说 我吃饱了 走吧 路上小心点啊 这一年我即将十六岁 柯比还未退役 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 刘翔英商会赛 五月天发行了第七张专辑 《后青春期的诗》 王力宏跨界出演李安大导演的电影《色界》 影片还未上映就被封杀 不久前 香港某位帅哥宣布 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周绝伦刚刚和唯一承认恋情的女主播分手 这一年婚龄只有十五岁 《后青春期的诗》 《后青春期的诗》 周绝伦刚刚和唯一承认恋情的女主播分手 对于我来说 上学时最看重的是 除成绩外的任何事情 比如朋友 每个班里都有一个 明明不到16岁 但却长得像36岁的男同学 姚从良就是 姚从良 你为什么又迟到 徐老师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但是是真的 我呢 昨天晚上睡觉 我梦到您的讲课 我就想多听一会儿 结果我就迟到了 闭嘴 胡说八道 有这心思怎么不用到学习上 你说说你的成绩 有没有离开过班里倒数前五名 让你脑子每天想的是什么 徐老师 我保证 以后尽量 不知道了 陈某 给我站过来 有时候我有一种错觉 老师背后都长眼睛了吧 陈某 你怎么就屡教不改呢 一个月总要迟到个七八次 你还挺规律的 笑什么笑 不以为耻 反以为柔 今天又为什么迟到 今天又为什么迟到 说话呀 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 让你说怎么不说了 因为 算了 算了 我不想听 我说你这胡子能不能整理一下 我昨天才刮的 你们和苏州不是好朋友吗 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们 下得早自己再给我进教室 再迟到就别来了 还没吃早饭 赶紧吃了 站了好累 困了 地下什么课 语文课吧 刚好有助于睡眠 这是我刚才懂得的数学笔记 你们看看吧 你看得懂吗 我当然 看不懂 不过我可以给那些懂得女生看 苏州 我另一个好朋友 超级暖男学霸 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 据说班里有不少女生喜欢她 但我觉得 事量都一般般 诶 陈梦 你觉得赵小宇怎么了 赵小宇是班里拼命学习 但成绩依旧普通的代表性人物 我觉得班里比我这样不学习 成绩普通的学生还要倒霉的 就是她这种学生了 比一般般好那么一点点吧 那她那个闺蜜余妹妹呢 胸大无脑 你怎么看出来了 小宇 你妈给咱们做饭了 还在这排队干什么呀 我想吃鸡腿 但是感觉要卖完了 我要开始气到别被别人抢走了 你说薛小花怎么每天就盯着我不放呢 我每天在课上免费给大家搞笑 老师说一句我给回五句 稍微迟到几次怎么了 这也就是教育的悲哀 老师永远只看得到我们的成绩 看不到我们的长处 你有什么长处 这我哪知道啊 所以说我才需要老师来挖掘我 剖析我 找到我的优势 完了 完了 再见了 我可爱的鸡腿 不就是个鸡腿吗 我一会儿去超市给你买个压薄 差不多的 就鸡腿了 等会儿吧 算了 不要了 我又能和我的鸡腿在一起了 没了 来 吃我的 还有我的 来 打开 去吧 去吧 你会儿去看的 鱼腿 你是不是想撑死我 我是在帮你啊 帮我什么 帮我干吗 帮我干吗 我们是科学主题的 你换的是什么 爱因斯坦 你当我瞎吗 爱因斯坦的眼睛 长得跟美少女战士一样 脱上还弄面子 是在冒充哪吒 可是我只会坏这一挂呀 再说了 这哪里是哪吒 明明是月月兔 谁坏了哪吒 你看仔细再说好吗 几个队的哪吒 是不是陈浩敏那个版本的 你哼 就是有点画得太女性化了 我建议你们把风火轮补上 睡会防得多 画三头六臂什么的 就有点太复杂了 加油吧 我觉得有句话挺有道理的 就是你心里想的什么 你看到的就是什么 你看 我心里想的是爱因斯坦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 算了 上次擦了 什么好 B选项是数十回 这个是氢氧化钙 克性钠是氢氧化钠 还有一个氢氧化钙 所以这三样都属于碱性 第三题 为什么选B 谁来回答一下 好B 回答一下第三题 因为题里说了 这种物质艳色反映成黄色 说明里面还有钠 所以选B 很好 坐下 接下来第四题 梁月 梁月 起哄是我们围观群众 对他们最美好的祝福 哈哈 正确 坐下吧 好 下面这道分类方法的题呢 A选项 也就是一氧化钙 第二个是冰呢 也就是水 第三个干冰 是二氧化碳 那么这三个呢 应该都是属于氧化物的 B选项是数十回 这个是氢氧化钙 克性钠是氢氧化钠 还有一个氢氧化钙 这道题呢 就应该选C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吧 接下来的体育课呢 英语老师想给大家 做一次模拟测试 体育课呢 就不上了 还有没有王法 怎么能随随便便 就不上体育课呢 我算是明白了 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体育课被上了 就是 一周就两阶期就剩那些东西 现在还没霸占 我的心情已经调整成体育课了 现在突然变成英语课 我的身体能接受 我的精神也接受不了 哎 你们说 如果跟教导处举报音乐老师 有没有用啊 你觉得呢 他们都是一个部门的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人人嘛 老师也是为我们好 再说 读了这么多年书了 你该习惯 我宁愿待在厕所也不想进教室 我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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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赢了 三场一团选一团 三场一场选一团 三场一团就选B 三场一团就选B 三场一团就选C 三场一团选一团 对了 这次凡事不及格的同学 以后活动课时间 就都别玩了 来找我补习 你会吗 你看看这同桌子 你没干嘛呢 有的同学真是幼稚 现在做个测试都想作弊 高考的时候能作弊吗 我听说高考作弊 都要量行了 最高能判七年 大家都悠着点啊 我考护谁呢 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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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小语 乔小语 把我爸吃掉传给苏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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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你们两个给我站起来 出去 去 里面人那么多 出来呼吸一下清清空气也不错 而且一直坐着 对肠胃身体 各方面都不好 我肠胃很好 我待会儿就去跟英语老师说 这是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有关系 我们也是做BVC 谁跟你我们 我是我 你是你 这一世是我不对 出来混我会还你的 被罚战感觉真丢人 被罚战不丢人 你之所以觉得丢人 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被罚过 你看我我就觉得没什么 还可以出来看看随风摆动的树叶 晒晒太阳都美好 不是所有人都向你脸皮 心理素质这么好的 想说我脸皮后就说 你想啊再过十年 你回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涯 从来没有被老师罚战过 那得多遗憾 那你不会为上学没考过 第一名而遗憾吗 不会啊 那都虚名 我一直觉得我在学校 学的是神圣的知识 老师竟然用分数来衡量 这简直就对学术了玷污 你傻啊 你傻啊 笑了 你笑了 没有 我看到你笑了 笑了就好 我来帮你挡太阳 扯平了 你快照顾来 老师会看见的 快点站好 得到出来药吗 不会 你快点站好 站站端正 快点 走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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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不要走 往后退 别往前 表情 严重 敬礼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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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的事真不好意思 我已经跟老师说清楚了 我写检查就可以了 没关系 检查不好写吧 好写啊 我已经总结出一套模板来了 按照模板写就行 这你都能偷来 每当我想勤奋用功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那些比我优秀的人还比我努力 那么我的努力还有什么用 所以算了 你改画肯德基了 我画的是爱迪生 你不会画画 为什么要画黑板包 刚开学的时候填档案 那要写特长 我没什么特长 就随便填了个绘画上去 谁知道薛老师当真了 赶紧下来就等你一个呢 你们两个干嘛呢 来吧 拜拜 拜拜 我怎么觉得刚刚气氛有点奇怪呢 有吗 有啊 没有啊 有 我 陈墨 陈墨 你这 你打起精神啊 好好防啊 好好打啊 陈墨 你想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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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班的胡安琪 苏州青梅竹马的弟弟 据说九岁那年为了把握苏州 一脚踢死之风狗 认识的人都得尊称一声 胡哥 你还愣着干嘛呀 再过会儿梁远就被撩走了 对对对 陈墨 你平时打的车跟打的鸡血一样 今天是怎么了 就是你想什么呢 你在 哎呀 跪轮尾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胡哥把我开一下呗 哎呀 够呗 我突然想起家里有点事 先走了 胡安琪 你帮我顶一下 哎 哎 哎 他竟然中邪了吗 刚好你替他呗 好病 我不管 我先走了 行 那你先回去吧 好病 我可算看透你了 怎么了 天都快黑了 你居然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回家 你 你家 不就在学校对面吗 我懂了 只有你所谓的对我好 你赶我走 是你说你要走对面啊 我说走你就让我走吗 让你道乐界有那么难吗 对不起 我错了 你以为道客最近没事的啊 妈咱们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回来了 我 想起我以前有研究过人像 可能可以帮到你 今天连累你的事 小平了 真的 对付薛小花应该没问题 太好了 我都快被逼疯了 爱迪生感觉长得也好复杂 怎么样 帽子还不错 看不出来你还挺多才多艺的嘛 那必须的 我们只要勾勒出轮廓来 有这个感觉在就行 既简单又能达到目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轮廓很熟悉 这是爱迪生年轻的时候 很像某个人 但我一下子又想不起来 别想了 足以应付薛小花了 她不会把这个太当回事的 相信我 时间不早了 你妈还等你回家吃饭呢 快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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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好 好 大家停一下 把书翻到第35页 今天我们讲一下常见元素的化合价 如果有天你突然被某个男生关心 那多半是他喜欢上你了 相信我 男生很懒得 一个连自己都懒得照顾的物种居然去照顾别人 恐怕只有喜欢才可以产生这么大魔力 我信 没关系 时间会让他按耐不住的